褲子公主 我想要加強我眉毛的濃度 還有整體臉部的立體感 等一下會教你一個簡單的方式畫眉毛 你是小麥夫 五官的立體感出來 膚色就不會看起來那麼的暗沉 我會建議你像這樣自然霧面的噴滴 照著肌膚的紋理往外推 上一點點乳液狀的這種遮瑕膏 折我們眼周的地方 最後有一點點視覺樓膠效果的分併 在我們眼下還有T字去做定妝 只要在上妝之前打抑制油質的底膏 不管你畫眼線畫眼影 睫毛膏不會暈下來也不會極顯 煙燻筆畫在你的白眼球這邊三分之一就好 把你定位的地方整個塗黑 小小的煙燻改變我們一點點的妝容 整片試著暈上去跟你剛剛畫的眼線重疊 就不會有線條感 大部分的人夾起睫毛之後會從根部開始刷 很容易就會往下塌 所以從夾起來的翹度的地方開始刷就好了 照著我們自己眉毛的條件往前延伸就可以了 中間用眉粉去做一點點暈染顏色 左右的來回輕輕的掃就可以了 在上口紅的時候可以選擇像這樣子的唇線筆 把邊邊的顏色帶掉 我們可以選擇比較柔和的色調 跟你膚色一樣偏橘 這種它裡面有護唇膏、唇密跟口紅三個質地結合 所以你直接塗上去不需要再打底 這次設計師幫我設計的眉毛看起來很濃密 也是符合我想要的歐美眉型 整體的五罐都出來了 我很喜歡 我們到處見我們 後面小明星期間 之後再次擴充烈 都好 再次掃一圈 個人小明星期間 這是一次最好的